髮型對於一個人的臉型的呈現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真的真的 我今天教的大家真的是 手殘檔真的 每個人都會 髮量增加的感覺 你看 就是這樣子 天啊 那是我做過最美的選度了 我從來沒有用 平板夾完成這個造型 我從來沒有 大家好我是蜜蜜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的髮型分享 大家應該有發現我的改變吧 我之前頭髮有留的比較長 後來我還是把它剪掉了 但是就非常非常多人問我說 蛤 這樣的長度 不會非常難整理嗎 因為他們可能就是喜歡我這個髮型 然後跟我一樣去剪這樣的長度之後呢 就發現 可能髮尾非常非常的容易翹 或者是覺得說 很難很難整理 然後大家就會問我說 你到底是怎麼整理的 為什麼你的頭髮 可以這麼的柔順 這麼的亮 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OK 那我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 我怎麼樣去整理我的頭髮 那我今天呢 會分享兩款不同的髮型 一款是比較混搭運動風 然後比較時尚感 或者是比較潮流感的人 那另外一個髮型的捲髮 就是比較適合 今天如果我們今天要度假感啊 穿洋裝啊 柔美小女人的look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試另外一個捲髮的髮型 記得要按讚 然後分享這支影片 給你身邊需要這個髮型知識的朋友們 然後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啦 我每週三每週日都會有新影片囉 好了 那我們今天分享開始囉 那首先呢 我要先分享一下就是我今天要使用到的 神器 如果沒有它 我沒有辦法這麼容易 這麼誇下海口的跟大家講說 今天這個髮型很容易 我沒有辦法說到這句話 我可以講 因為我們家有超級多平板夾 我都捨不得丟 然後就覺得 總有一天我技術變好的時候 我一定可以駕馭它 但其實真的沒有那一天耶 因為很多很多的平板夾 我就是買了 就在那邊已經可能快 五六年之類的 然後你就會覺得 我對這個東西好沒有信心喔 後來遇到這一支之後 我就覺得 OK 真的是讓我大開眼界了 原來是我以前 世人不俗 好不好 好那首先呢 在教學之前 要跟大家分享這支厲害的 Dyson無限直捲髮器 它可以減少髮絲的毛躁 真的很多很多的平板夾 夾完頭髮都是乾的 是稻草 那首先呢 第一個要示範的髮型呢 是直髮系列的 那先給大家下來看一下我洗完頭 就是沒有任何造型的頭髮 因為我的髮質是比較容易 毛躁的那一種 屬於細軟髮的部分 然後頭頂很容易塌塌的 因為我喜歡這種厚厚的頭髮的感覺 所以基本上我頭髮沒什麼層次 如果今天我不捲任何頭髮的話 你們會不會覺得我很像那個 一種狗 然後所以呢 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我平常就是最常用的 直髮的造型 會用到這一支 Dyson的直捲髮造型器 好來之後 你可以看到電源 然後這個上下呢 就是可以調整它的溫度的解控器 那它的溫度非常的簡單 它就只有165、185跟210 那我自己是細軟髮的關係 然後大部分我都用165跟185 那如果今天你是粗硬髮的人的話 你就可以用到210的這個溫度 它使用操作非常非常的容易 然後如果你今天要坐飛機旅行的話呢 這邊還有一個飛航的模式 那我們做頭髮的之前呢 首先呢 我自己的話 我會先把頭髮分成兩邊 那我們現在就等它185的溫度到了之後 它就會打勾勾 非常非常人性化的設計 然後這支我非常愛它的原因是因為呢 它完全不會有夾痕 然後也不容易燙到我的臉 喔 打勾勾了 好 那我們首先呢 就是把一束頭髮先抓起來之後呢 你會看到這個地方可以夾得很緊密 然後你就這樣子往下滑 它夾完之後的頭髮是亮的 而且是水水亮亮的 一般的這種捲髮器 很容易讓頭髮夾完之後是乾的 要打趴所有市面上的捲髮器 完蛋就完蛋了 我先做一遍給大家看 大家就可以知道差別 就這麼容易 頭髮就是亮的 夾完之後 變成差異一點 你看我現在兩邊 兩邊差別 那後面的話呢很簡單 一樣可以分成兩層去夾它 很棒喔 很浮誇耶 我也可以夾嗎 你可以啊 男生也可以造型啊 看到我兩邊差別沒 就很順很亮 然後就是毛罩很容易就看出來了 有沒有 重點是使用真的無難度 我現在已經把它這邊做好了喔 然後我這邊再加大家一個小技巧 像我頭頂是超級容易卡的那一種 這個也可以用來 就是做頭頂的那個夾風 我現在做給大家看 然後呢 先用你要的溫度 我通常都會用中間的溫度 好在這個介面喔 很高科技 它就會指導你一按 應該沒有人不會用吧 它介面非常的簡單 就只有加跟減而已 就是溫度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可以等它 溫度到達 它就會打一個勾勾 對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開始去捲髮了 喔 它溫度已經到了 好 非常的容易 然後無線模式呢 它最長的時間可以到30分鐘左右 所以30分鐘之內一定可以 就是把你的髮型做好 然後它每次充電的話 大概是70分鐘 如果今天你想要變成有線的 喔 我還是想要有線的 我想要邊充電邊用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你看它這個是這樣子吸上去的 所以這一支呢 它其實是無線有線量用的 你看它是這個磁吸電線 這個地方能不能夠旋轉的話 也會影響到你在動的時候順不順手 做頭頂做膨之前 這個小技巧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可以先研究一下 自己的臉 或是自己的頭型 像我的話 因為我這兩個地方有一個腳 所以我一定要把這個地方的高度做出來 我耳朵上方這個地方也是很容易凹下去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後下去的地方你會覺得這個地方的腳特別明顯 所以我耳朵上面這一塊這個地方 我也要稍微的把它做膨一點點 你看如果這樣子線條出來的話 你就會覺得我整個臉是額淡點 然後是包袱的感覺 所以髮型對於一個人的臉型的呈現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為什麼造型師都可以做得那麼好的緣故 也是因為 第一個我們可能沒有別人那麼厲害的技術 但是如果有一個好的器材的話 真的就是你知道嗎 事半功倍 真的真的 我今天教的大家真的是 手殘檔真的 每個人都會 真的不用再羨慕別人說 為什麼別人那麼容易可以怎麼樣 沒有 就是靠這個很容易 所以我們今天在做頭頂做膨的話 第一個我們就把裡面的頭髮先翻出來 通常我會用中間的溫度 它每秒都會偵測這個面板100次 所以它會造成一個恆溫的一個溫度 快速的能夠讓你完成造型之外呢 也比較不上髮質 因為我們的做造型就是要快很準 然後通常我不會做到前面的地方 前面的地方我都會貼的 我就是做在後面的地方 然後做完之後呢 它有點熱熱的對不對 我們就稍微等它一下下 之後呢 我們把第一層放下來 有沒有 這個地方就會膨起來了 髮量增加的感覺 如果你用那個圓形的墊棒 你會很害怕它的額頭 但這個完全不用害怕喔 好 我推薦給新手 你看 好美的捲度 各種 向內捲向外捲 非常非常的容易 這一支Dyson的捲法造型輕人 它是國際電壓 所以呢 大家不用擔心說 喔我今天去哪邊要換其他的電壓 完全不需要 它就是世界通用的電壓 然後再來是它捲完頭髮 適量的 這個真的是一般普通的平板夾 完全沒有辦法比擬的部分 你看這邊有電氣濕 它會釋放負離子 減少靜電 然後撫平毛躁 大家如果有用過負離子的一些髮型的產品的話 你就會知道說負離子真的太強了 你用完頭髮真的是 亮到不行 我們等一下在做任何捲髮的時候 其實最怕就是在這樣子動的時候 會有一些很尷尬的夾痕 會讓人家覺得很沒質感 但是這一支它完全不會有尷尬夾痕 為什麼我之前就是很少介紹平板夾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真的沒有遇到非常非常好用的平板夾 然後一直用到這一支之後 我覺得 欸 它夾完頭髮真的是髮質真的是好的 真的是亮的 我才敢推薦你知道嗎 這個地方其實是一個專利猛銅合金包覆式的一個面板 你會發現這個面板它可以彈性彎曲起來 它可以夾更多更多的髮絲 所以真的不要再去亂花錢 我之前真的亂花錢買了好多好多有的沒有的那種 電捲報告嘛 有些真的好多 一次就是買最好 CP值最高的這一款 那基本上這個直髮的髮型就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前後的差別 然後如果不用的話很簡單 就是關機 殼起來 把它往下扣就可以 它就不會打開了 你就可以放在你的充電盤上面 非常非常的時尚跟好看 你知道嗎 因為我最近在想說我要搬新家的關係 所以接下來我們家會有一些變動 但是我那時候就心裡想說 我以後再也不會買 不好看的家具或電器到我們家來了 真的是好看時尚又好用 你知道嗎 然後我覺得直髮這個造型呢 我覺得它非常適合 像我今天穿的比較 有一點點運動休閒風的感覺 就是正式的西裝的外套 然後搭配這種比較運動感的衣服 這種俐落簡單的髮型 就非常非常的好看這樣子 那第二個髮型呢 示範的就是帶有捲度的一個髮型 它比較適合度假風的服裝 或者是這種有一點點女人味的感覺 就比較適合這種捲髮的造型 那我們今天就是先把頭髮分成兩區 打開它 那我溫度會開到最高 那我們就等它打勾勾 OK 打勾勾了 好 那我首先先做一邊給大家看 那我自己再捲的時候呢 我就會抓一搓起來 然後 一上 一下 一上 你看 就是這樣子 天啊 那是我做過最美的捲度了 我從來沒有用平板夾完成這個造型 我從來沒有 夾一圈 然後第二個 無技巧 無技巧可言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然後我覺得髮尾要往內包 或者是往外包都可以 你用這支你真的會 對造型會充滿了信心 你會覺得你是髮型高手 好 完成了 而且我跟你講 美超美超涼完全不乾喔 我沒有擦任何造型產品 然後它又比圓形的捲 比較不會燙到 如果你想要更捲度捲一點的話 你就是停留久一點 一二三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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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看了 我頭髮是亮的 我現在把另外一邊做起來 這個真的失敗率是零 然後呢 你看前面瀏海的地方 我還可以做這種 這樣子捲度 也可以 要捲不捲的好美 已經變成有一種比較華麗的感覺了 有嗎 就比較適合洋妝的LOK 然後這邊就比較帥 然後後面的話呢 這一支也非常非常的容易 通常我們後面不是會做不到嗎 但這個就是你可以挑一些表層的頭髮 就這樣子 讓它有一點捲度就好了 這邊這個捲度是比較那種 韓國女神系的泡麵捲的感覺 很適合洋妝這個LOK 它也可以這樣子捲 去捲一些髮絲 它的用法其實真的非常多種 那另外一邊呢 我施放另外一種捲髮 然後我這邊想要一個彎 我覺得它沒有夾合真的是 讓人家 對於這種造型的 信心大增 這樣子捲是另外一種捲 然後這個地方就可以 率性一點 我覺得這邊是比較規則的那種 娃娃宮廷捲的感覺 然後這邊是比較 那種歐美浪漫的感覺 那我今天分享了幾款不同的造型 然後也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不同的穿搭的Style 適合什麼樣的髮型 這樣子 讓大家有一個概念 你們比較喜歡哪一款造型呢 也歡迎留言讓我知道 或者是你有這種 極尖法過渡時期的一些 不同的髮型的想法 也歡迎跟我分享留言在底下啦 然後這一支呢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推薦給大家 因為我真的覺得超級好用 好了 那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髮型分享 我是崔咪咪 我們每週三每週日都會有新影片 我們上次影片見啦 掰掰